大家好 今天开始分三集讲 《双生火焰,寻觅孪生的灵性伴侣》这本书 作者Patricia和摩利·普雷斯曼 翻译展员《大爱无疆》 前言 在1960年7月的一个晚上 当我坐着冥想时 双生灵魂的画面来到了我的面前 灵魂被一分为二 阳性的和阴性的 通过漫长的眼镜然后回到一起 以及群组灵魂分离和回归的宇宙计划背景 所有的细节不可磨灭地印在我的头脑里 有一些后来沉到表层意识以下 又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再度出现 我此前从未听过这个概念 虽然如此我特别确信自己被赋予的这个任务 把它写出来 多年来我作为一个作者和灵性探索者 为这个工作做的准备 我开始通过灵性文学寻找他们 除了一些只言片语没有更多的发现 显示出双生灵魂只在一个确定的深奥圈子里被知晓 我对人们传送我的这个概念 在一些人群里得到了立即的反应 他们开始微笑并点头 说是的 我确信这是真的 表示这个知识已经被存于人类的头脑中 但是现在需要重新发现 写在这里的仅仅是关于双生灵魂的一个开始 奥罗宾多曾说过 人类爱的极致是在两个身体里一个灵魂的结合 第一章 灵魂的目的 不管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 它的和我的是一样的 它比我还更像我 我就是西茨克利夫 这段《孪生伴侣》的倒白 是出自小说《呼啸山庄》里的女主角Cassie 这本经典爱情小说的作者 是一位一生中竟然没有爱情经验的单身女子 Emily Ballanda的灵感来自她的灵魂 这类作品之所以历久迷心 是因为它们的核心触动了深藏于人心的渴望 我们并不完整 而我们的另一半就在灯火阑珊处 能使我们从事最初的完整 建筑 博家梵歌 奥义书 及其他古代宗师著作的东方哲学精神 都教导我们灵魂包含阴阳两面 反映出造物者的双重本性 这个孪生伴侣的影像 早在25世纪之前 就由希腊则人柏拉图 透过一个使西方世界为之神往不已的传说 栩栩如生地描述出来 希腊喜剧作家亚利斯多芬 歌颂爱情 谈到 宙师把灵魂披成两半 每一半都在地球上飘游 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当遇到真正的另一半时 这两个人都深深地沉醉于爱 友谊与亲密的惊喜中 片刻也不能让对方离开自己的视线 这些人共度一生 却无法解释对于彼此的热望 因为他们的强烈的渴望 并不是恋人的残眠 而是源自灵魂深切的凝视 如果宙师之子赫菲斯托斯 问这对伴侣 你们想要成为完整的个体 日日夜夜地陪伴对方吗 如果你们希望如此 我可以把你们融为一体 让你们一起生长 因此 两人将成为一个个体 等你们死后 也会成为单一的灵魂离去 我问你们 是否充满爱意的希望如此 当这些男女听到这个建议 没有一个不承认 与对方融为一体 而非两个分开的个体 正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渴求 这是因为人类本性为一体 我们本来完整无缺 而对完整的渴望与追求 被称为爱 太过神秘而复杂的真理 无法以日常言语表达 就会透过神话来传达 柏拉图的传说描述了 对男女具有深刻意义的 精神现实 也是圆满实现的关键所在 孪生伴侣的概念 阐明了真爱的本质 和他们在地球上的目的 灵魂渴望完整无缺 回归最初的创造源头 我们相信 回归之道始于个体 现在分离的状态中 从事精神发展 然后与他失去的 另一半契合 接着 再与分离日久的 群组灵魂团聚 让我们以这个 宇宙性的设计 来探讨灵魂的诞生 父母神在循环的周期内 把自己导入视线 之后再让完美的 创造回归自身 透过阴阳原则的交互作用 他把自身的单一精神 分成许多部分 在这个最初的诞生中 建立了其后卵子 分裂成人类佩带 许多细胞的模式 在上如在下的宇宙规则 则在这里展现无余 在不断的分裂过程中 神圣的能量 降为物质形式 群组在整个宇宙中兴起 每一组都包含 许多未来的灵魂 这些都是上帝身体的细胞 每一个都自成生命 群组灵魂接着 再分成娇小的单位 当群组进行分割时 每一个都被赋予各自的特质 圈子越小 其中的灵魂就越紧密 即使在出生前的朦胧状态 他们也会透过这层记忆 在回溯的时刻 回到彼此的身边 找到自己的群组 以他们来临的顺序回归 在分离之中浅尝的复合 在生命回到起点的漫长旅程中 每个生命的源子都充满了回归的渴望 即使在分离的痛苦中 新形成的生命也会渴望 他们出生的完整状态 灵魂诞生之后也产生了寂寞 这是第一个痛苦的意识 而人类将会因此明了 所有的痛苦都在于分离 所有的欢喜都在于复合 可是分离并不会终止 当群组分成最小的结构时 就会产生许多单一的灵魂单位 这些都是尚未形成的灵魂 然而他们都是阴阳兼具的完整个体 包含一切赏代实现的潜能 这些在宇宙中看似孤立的存在体 非常渴望与分离的灵魂家族团聚 然而他们却要忍受另一层失落 以及最终的致命分离 每一个灵魂又被一分为二 体内的阴阳成为相等的两半 产生了两极对立 而最终将达成圆满 这个最后的分离完成了下降的过程 在这之后吸引率则开始重新组合 灵魂终于有了清晰的方向 朝向自己失散的另一半 分离的灵魂现在必须从自然界交低的形式 逐步演进 迈向人类的终点 在整个自然界以及其后的人类界 男与女都不断寻找着 当我们朝着团圆及回归的顶点迈进时 整个进化也会急速前进 当我们演化成人后 就准备好软身的相聚 在这个阶段 我们会碰到群组内的其他灵魂 我们在软身灵魂重逢的前后 会遇到这些群组灵魂 我们称之为灵魂伴侣 回应来自上天的召唤 会产生一般性的群组相聚 群组重逢始于这个世界 并一直延续到死后的精神界 群组会满怀死业的 与其他成员重逢 他们会透过记忆之线 从宇宙四方团聚 这是自喜的记忆 由未形成的灵魂 在无意识中感知 完整的灵魂会带着充分的意识 以完美的存在体回到源头 扩展上帝的意识 那正是我们在上述图中 一切挣扎的最终目标 其巅峰是完美的爱 每一个灵魂彼此相爱 其基础则是男女之爱 每当人们在爱中相遇时 灵魂就会向上提升 当孪生的灵性伴侣重新相遇时 灵魂则会如烹撤机一般往上飙升 孪生伴侣会加入 促使一切生命提升的上帝力量 他们的总和不是两个 而是三个 就如柏拉图所说 最初的人类本性跟现在不同 性别并不像现在是两个 而是三个 是男性女性以及两者的结合 由此产生了 雌雄同体的名称 孪生伴侣在漫长旅途之后 彼此结合将再度成为雌雄同体 当他们在时间寻找彼此时 尽管密切契合 单一的灵魂还是存在于两个身体 然而他们在统合的灵魂中 永远都会保留自己的个性 彼此将持续沟通 其爱意的交流及创意的互动将超乎我们的想象 某些灵性著作证实了这个永恒的原则 下面这段话是取自苏菲教的文献 公元八世纪在波斯兴起的伊斯兰教密义运动 苏菲派为伊斯兰教神秘派 众修身克己 与神亲密交往 从存有最初的统一出现了分裂及疏散 最后一个阶段则是一个灵魂一分为二 因此爱成为每一半在世间或天堂 对于另一半的追寻 这份追寻有时候会变得相当迫切 因此孪生的灵性伴侣一开始是如此相像 因此他们必须先分离 最后才能完成彼此的重逢 相同及互补是爱的两大支柱 完整的个体必须由两人交融而成 这是说个人必须非常坚强 才能与孪生的对方相辅相成 当孪生伴侣相遇时 他们的互补性不会完全实现 而会进一步演进 这两个都已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 因此不需要从对方获得一种自我的感觉 唯有如此他们才准备好相认 合力克服人类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 已故的保加利亚大师 艾凡豪曾经以另一种方式来描述 孪生的灵性伴侣 1966年他在《爱与性》的第一部分写道 每个人都有一个孪生灵魂 当人像火焰火花一般从造物主的怀中一跃而出时 他是一体两面 每一半相辅相成 都是对方的孪生 其后 这两半彼此分离 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 以自己的方式演化 他们在演化的过程中 有时候会相遇 而如果他们认出彼此 那是因为两者在内心深处 都带着对方的形象 彼此都在对方身上有印记 因此 每个人的内心都带着这个 孪生灵魂的画像 也许非常朦胧 但的确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男女来到地球时 都隐隐渴望 能寻觅到一个 实现他们所有需要的 灵魂伴侣 能够完全和谐的 统一契合 孪生灵魂 就是彼此的一切 世界上没有其他人 能以同样的方式 满足他们 这指亿万节以来 你所有的妻子 丈夫 爱人或情人 他们之所以离开你 是因为他们并不是 你的最佳拍档 你们可能会 共处一段时间 但为时不久 就像一个盖子 无法弃合 至于上帝 一起创造的两个灵魂 却彼此切合 没有任何事物 能拆散他们 他们也不怕被拆散 当已婚的一方 担心配偶被人引诱 就显示这个伴侣 不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一名女子爱上一位男子 而他为另一位女子 佛秀而去 一名男子爱上一个女人 但他却移情别恋 可是孪生灵魂 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 他们带着坚定的信心 认出彼此 而且绝对不会抛弃对方 既然这种荣耀 等待我们每个人实现 我们却不禁怀疑 为什么孪生伴侣的概念 如此鲜为人知 我们只能推断 那是因为我们赏未准备好 知识只有在准备好的时辉 才会被给予 也许在我们进入 这个宝贫新世纪之前 孪生伴侣的计划 并不能广为人知 人类也必须进化到 某个程度 才能妥算应用 这个非凡的好消息 我们相信这个时日 已经到来 而许多化身的灵魂 都能无条件地爱人 因此 找到失散的另一般真爱 那么我们真正的挚爱 孪生伴侣在哪里 也许就近在眼前 等待对方在团聚之前 采取最后一道 必要的成长步骤 准备就绪是重点所在 只有等到我们万事俱备 才有可能相遇 才有可能相遇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 可是亿万年来 一路引导我们走向 彼此的宇宙力量 却惜之这个时间 孪生灵魂是尽重的肖像 也是自己的另一面 然而上帝的计划 是如此的神奇 当我们初次遇到 孪生的另一半时 却会发现 它是独特而迷人的 部分的迷恋 无疑是因为我们看到 自己的本质 以一种新的方式反映出来 但是分离的两半灵魂 各自的人生境遇 也会把不同的经验 带给对方 尽管不同 却又互补 我们觉得灵魂的另一半 永远新鲜有趣 会带给我们所有欠缺 而渴望获得的部分 我们使彼此圆满 这不是瞬间继承 而是透过成长的新过程 成为彼此更密切的一部分 同时却奇迹式的 越来越独一无二 孪生关系的关键在于 两个成为一个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却增加自我的独特性 在孪生伴侣的统一中 我们绝对不会感到无聊 而是在永远的成长中 感到心醉神弛 在孪生关系中 会密切注意对方的存在 清楚觉察整个对象 也意味着他受到关照 这就像母亲一再凝视婴儿的那种 细微关注 或恋人凝视自己的爱人 或像鉴赏家观视他的画作 这种专注 着迷又充分注意的相认中 我们可以获得该对象 充分细节的多层次知觉 灵魂的眼睛掌握完美存有的形象 每一对孪生伴侣在凝视对方时 都能瞥见到完美的形象 并透过爱的力量 把它展示出来 马洛斯写道 不断体验我们喜爱的一张脸或一幅画 会使我们更喜爱 并以不同的感官看到更多 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对象内在的充实 我们可以在孪生伴侣的关系中 谈到这种人物内在的充实 因为他们看到彼此最崇高的一面 而他们饱满的心灵会表达这种感知 这有助于平衡性别 并预示孪生伴侣的会面 有可能带来别处无法找到的心理帮助 如果双方成长的意愿极为强烈 就有可能相互吸引 并透过爱意与相互帮助 引发必要的改变 即使在孪生伴侣结合以后 内在的工作依然持续进行 他们对于彼此成长的贡献 将是最有报赏的爱情举动 当他们结合后会进入新的领域 他的确是灵魂在绝非身体的向度中汇合 灵魂之爱穿透各层次倾斜而下 照亮心灵 进化情感 并使身体从事圣洁的交合 他将会产生新的意识 更接近上帝 以及爱的起源 当孪生伴侣回到彼此身边 就能协助整体回到源头 他们深切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感 以及更高等的生命 要提升区域一切的固有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那么多孪生的灵性伴侣 会在服务的工作中齐心合力 例如主持成长营 写书 教导等等 他们追随自己的窒息 并将别人发出召唤 因为他们触碰了灵感的新层次 这在诗人之间最为明显 就如在第八章会看到 桑蒂宝的情书一样 他们的情感远比人类情感更宏大 无法用一般的语言形容 这并非孪生伴侣 深到太虚幻境 不 他们的爱牢牢扎根于地下 可是他们联系的深度 却是他们能够攀升到如此的高度 对于我们日常的视野而言 灵魂的领域是一个奇异的领域 然而对于住在其中的神秘家 恋人 儿童以及天使而言 却是再自然不过 这也许能解释 为什么软身伴侣的相遇 常会有一种超凡的感觉 这种命运的转变 可能源自于 不断引导分离的灵魂 走向结合的高等力量 宇宙设计的席卷之力 是始于数不清的 分离到修补灵魂的第一个高峰 宇宙的一切力量都为这个高潮的事件回响不已 它是两个长久迈进的灵魂的终点 也是他们的爆赏 只有等到自我实现达成之后 相撑的两半才会被吸引到对方的轨道 而形成完整的整体 我们几乎可以说 等到两半边的灵魂在分离的状态中 达到最高的独立时 软身的关系才有可能出现 它也是孤独的顶点 每一位男女都必须独自攀爬山峰 能够在冲击灵魂的强风中一离不倒 然后软身的对方从迷雾中出现 并不是神圣计划者的神圣设计 精神最极致的孤独 会让位给第一伟大的结合 而孤独从此销声匿迹 这不是罪如爱河 罪如爱河一般是指一个人 迷失在另一个人之中 让自己退位 而把它交给爱人 软身伴侣的重逢 则是进入真正自我的深处 以及灵魂的牺牲之地 人类天性中 对于灭绝和自我迷失的害怕 渊远流长 是那些把死亡看成终结的人 害怕死亡 在人的一生中 自我与他人的种种冲突 会造成两极对立 而灵魂就透过这种挣扎 往上攀升 当孪生的灵性伴侣结合后 自我与他人就合为一体 然而 即使在这个层次 自我迷失的古老恐惧 仍然会投射出他的阴影 软身伴侣的结合 具体而微地反映了 所有灵魂与源头的终极结合 在上如在下 在我们了解层次的结合 显示了远超过我们了解的境界 我们来自自喜 每个人都是从另一个人 稍纵即使的自喜中出现 而我们也终将回归于那个自喜 这是万有一切的缘由 也是一切的实质 超觉静坐的创始人 马哈利西 出到西方红发时 有天晚上 盘腿坐在一张沙发上 他的身影 在伦敦机场空无一人的 亚伯特厅中 显得非常的渺小 他在手上 粘着一朵花 安静地等待 来听讲 演得寥寥素食人 安静下来 然后他微笑地说 生命就是自喜 生命对他而言 就是自喜 因为他几经清醒 我们也会是如此 因为我们存在的目的 就是获得充分的意识和窒息 我们会透过爱而清醒 如果没有爱 我们就会永远在睡梦中漫游 我们活在爱的普及网络中 无时无刻不催促我们清醒 一个全能的爱之行动 使灵魂各自分离 并设计使他们透过爱的增加 而回到彼此身边 阮身结合的喜悦 非常浩瀚 但是他在由阮身伴侣 组成的群主灵魂 因重新聚集 所产生的狂喜面前 也要黯然失色 群主会逐渐相加 在整个宇宙中成群结队 往四面八方扩散 如繁星一样众多 其中的每个灵魂 都会扩展 以容纳自喜 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行动 都是朝着爱 及结合迈进 只是某些行动 比其他行动 更加直接而已 谚语说 神以曲线画直线 当我们进化时 将会学习把线条拉直 一路上 痛苦一定在所难免 可是它会被超越 直到我们最后学会 从欢喜中演化 软身结合 就是通过喜悦进化的保证 曲线开始拉直 直到最后 以两点间最短的距离 回到上帝身边 在伟大的回归时 一切分离的目的 都变得昭然若揭 灵魂从最初的神圣火光 朝着完整存有的光辉演化 以各自的荣光 加入圣父圣母之列 孪生的伴侣 各自回到雌雄同体的状态 将会永远保持 两个独特的阳性 与阴性的身份 这是他们在远古之前的眼镜 两者同在一体 而一体在众多中 仍然保持一体 第二章 阴性和阳性 阳性和阴性 是通过宇宙展现上帝的 不断创造 使自己永远存在的能量 这些被描述于 奥罗宾多的 瑜伽综合一书中 他是当代伟大的 灵性导师之一 和他的女古鲁伴侣 在19世纪20年代 在印度创建了现代著名的 进修中心 阳性是无限神性 在可能性的存在里 包含了所有事物的一面 阴性是他的Shakti 通过宇宙时空显示出来 他是世界之母 宇宙的阴性创造者 伸出了众神和世界所有的事物 他是在永恒的一 和万有显现之间的 母性中介 通过他从一中 所带来的力量的舞动 他显示宇宙的多重神性 拓展他的无尽显现 通过同一能量的向上回流 他引导回所有 从他们流出的 以便灵魂在他的进化显现里 能够越来越朝向神性 如此 个体灵魂的模式 则是运转于神性的 分裂和回归中 所有的灵魂完美地 再现了神的分离 和回归的 二和一的二元性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 神内的阴阳双生关系 来理解我们的阴阳本性 和关于我们灵魂的双生关系 我们中的每一个 都有宏观世界的微观反应 一旦我们理解了宇宙的本性 则拥有了一把 打开自己灵魂的 所有奥秘的关键钥匙 奥罗宾多叙述了 造物主与双生灵魂 完美相关的另一面 他们再现自己的两个面向 彼此关心的正面和反面 是能量的两条线 正的或负的 所有它内部的显现效果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男性伴侣包含了 女性能量的一面 同时他通过 他的创造性能量 从内部被维持 双生灵魂在分离的那一刻 被分配有他们的 与生俱来的性别 但是这两半 从未完全地分离 每一个保持了 另一个的种子 眼镜看到灵魂的每一半 所含有的种子 缓慢地生长 成长总是导向 重逢的时刻 那个时刻将在 阴阳双重能量 达到了一个精确的平衡 如同他们在神性里的平衡到来 他们在深处是阳性和阴性的存在 他们的性别 渐进于造物的蓝图 不能被否认 它导向扎根于灵魂的爱 因此 双生灵魂之爱 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注定的 对于你 对于我 对于富有者 和最贫穷的人 对于监牢里的犯人 老人和被遗弃者 对于所有的 在孤独痛苦中的人 每一个灵魂渴望它的完整 每个生命都朝上它 尽管隐藏在深处 追求完整渴望的动机 是所有的根源 它驱使我们回归 到我们曾经失去的 首先我们失去了 在神的国度里的原始家园 其次 我们失去了异性的自我 从我们的中心与灵魂切断 现在 听到了回归的呼声 但是我们只能 作为整体的存在而回归 我们必须晚到达一些 为了另一半的我们 那时 才能朝向 那个更伟大的完成 我们生活在一个 性别混乱的时代 至于性别被否定了的时代 我们必须更深地 看入我们性别的源头 它扎根与灵魂深处 所有通过我们的人生 发展我们的基本性别 同时 滋养在阴和阳的灵魂之内的 相反本质 在东方哲学中 阴阳是被如此定义的 阳是原始的推动力 划分和描绘 阴是响应的推动力 同时表示滋养和结合 阳有力量 阴有耐力 阳是知识 阴是神秘的 自行显现 并且成为知识 阳是发现者 阴则导向更大的发现 阳作为爱人 因此而被爱 阴被爱并且是爱的源泉 阳是意志 阴是智慧 一个离开了另一个 什么也不是 而在一起 他们则是快乐的 双生灵魂的相遇 只能在一个男人 可靠地完成了他的 男子气 和一个女人 确定在他的女性气质里 才能发生 一个真正的女人 不仅有着浓厚的女人味 而且也有让人舒适的 第二男性特征 一个完整的男人 不仅展现他的最好的阳刚之气 同时还连同他的高度的 阴性明明度一起展现出来 这就是马斯洛所称的 自我实现的状况 当一个自我实现的男人 和自我实现的女人 相遇和结合 他们互相分享性别特征 畅快地和谐地交流 如鱼得水 男性和女性能量 通过区别和距离 能在我们内在的工作中 被识别 我们能运用它们创造 把它们带入平衡 促进我们朝向 完全联合的发展 那个平衡 对于每一个灵魂 是不同的 它的达成 有几分是出于自然的成就 有几分是通过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重组和再结合里 随同着神的力量 创造伙伴关系 你是一位女士吗 某处有个在工作的男人 通过他的内在 把你的女性力量 带向成熟 当你遇到了 你会认出你自己 你在里面携带着他 就像一个在成型的婴儿 那十足的男性品质 定义了他的本质 你是一位男士吗 你的互补的另一面 在你的男性里成长 在你独特的阳性气质里 成长他自己 当最后你们彼此相遇时 你认出的光芒 将反照回你 那个确切的和谐 存在于你对你的两个部分 是同样理解的结果 你们从未停止过成长 一个含着另外一个 奥罗宾多这样写道 上帝的阴阳二元性 这个二元性 尽管看似分而未分 无论哪里有其一 则那里也有另一个 物理学家最近发现 并且惊奇的发布 如果通过外力 是快速转动的两个电子的 原子中的一个反转 那么另外一个也会做同样的动作 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的距离 双生灵魂的二元天性也是这样 只是看起来分开 它们拥有两个不同的形体 但是无论在哪里 在精神层面 都会影响另一个的存在 每一个行动 在它们的灵魂演进过程中 发挥着作用 并且在物质层面显现出来 阴在阳中 阳在阴中的发展 明显地略过历史 从远古的男人和女人 到今天的试着合伙 去建立两性的联盟 早先的男人是完全阳性的 微弱的女性气质被深埋在里面 早先的女人是完全阴性的 顺从和依赖的 从这里我们得出了 女人被动 男人主动 这些层次烂调 两性间的和谐发生在 他们把自己的内在力量 带入平衡之后 这可以用下面这个 戴安的故事来说明 戴安绝望于能找到一个 和自己有充满爱的关系的男人 他三十几岁 拥有非凡的魅力和活力 迷人的个性 他花了很多年 去建立和经营自己的媒体公司 因此在这个领域排名前几位 他把自己定义为女权主义者 他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女性 在他的厨房里 他挂了一个贬低男人的宣传海报 虽然只是消遣 但是也反映出他感觉的混乱 戴安和安东尼 一个法国男人 卷入了一场七年之久的爱恋之中 他们的关系充满了冲突 但是这些不愉快 被一场分离的洪水所淹没 距离激起了他们彼此的渴望 通过飞红传书表达爱意 戴安发现当他待在安东尼的 在小村子里的寓所时 明显的改变出现在他身上 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压倒了一切 做饭 洗衣服 打扫地毯 清理阳台 以及其他家务活 他的一部分惊讶于他在做什么 他的一部分惊讶于他到底在做什么 尽管他不否认自己是享受的 实际上他在表达爱家的本能 他的阴性天性 这一面因他在商务世界里的竞争 而被忽略了许多年 他的阳性力量与他内在的阴性力量 产生了不平衡 他的阴性力量表面上已经被饿死了 在安东尼的寓所里 钟白摆向另一方向 阴性开始宣告他自己 但是当钟白的幅度太大 他们总是制造心的不平衡 他在安东尼家过碗瓢盆的快乐 总是最后变得很失望 安东尼和他的性别标准不相称 他的女性气质大于他内在的男性力量 戴安的女性气质的嫩牙 需要一个强壮的男性伴侣 以便去完善和实现 阴和阳的力量在男人和女人身上 以不同的方式工作 对于女人身上 阴性能量健康发展的时候 将成为灵性流露的纯粹受体 而对于低度发展嘴瓶的女人 她表现为需求和依附于男人 在未发展的男性身上 阴性能量朝向顺从和虚弱 而对于成熟男性 她展现为亲切 同情和呵护 这些品质闪耀男性力量的真正光芒 这些品质是戴安所寻找的 而在安东尼身上没有被发现 他的顺从和缺乏男子气的回应 使得戴安懊恼和最终对他的轻视 这个礼不清的关系是痛苦而漫长的 使两者都陷于混乱 绝望和充满责备中 戴安使用他的阳性力量 去探索恢复和治疗 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开始走入强烈的精神探索 借助长时间的祈祷 他勇敢地研究自己的内心世界 对戴安来讲 重要的觉悟是他的女性天性 他热爱大自然 那是很久以来被窒息了的 戴安看到他们最初被吸引 是因为他们强烈的两极性 戴安的男性自我超越他的女性自我 而安东尼被他的女性自我所统治 这是相反的吸引 然后发生的不愉快 他们没有达到圆满 戴安的真实身份 只能在他的女性力量的展现 超过他的另一几时发生 对安东尼也是同样 戴安此前经历了许多次爱的伤痛 他惊讶地意识到 他的女性状态深埋于恐惧 害怕变得敞开 因而会带来伤害 为了清理过去心理上的阻塞 他寻求心理资讯 他发现矛盾的爱的关系 出自于他父亲的阴影 通过心理资讯和冥想 内省的帮助 戴安认识到 并且更加有勇气地去剖析自己 一步一步地 他的反对男性的海豹被丢掉 他的商务变成了他天赋 女性力量和精神渴望的表达 他削减投入到工作的时间和强度 重组他的优先次序 减少物质需要 以便每天可以有时间做瑜伽练习 他分出时间去做服务型的工作 通过强度的阅读和祈祷 他重新发现和基督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灵魂变得更加接近于平衡 他写道 在我的忙碌中 我忽略了对精神性的真正渴望 与上帝和其他事物的联系 很快我决定 上帝才是我的最优先 我的生命有的转变 我在巴黎找到了自己 那是一次东欧和俄国区域 意识扬声研讨会 俄国东正教大主教 做了一次发言 本来我没有逻辑上的原因可以前往 但是我的心却想去那里 我遇到了一位 从世界另一面 和我同样原因前往的男士 萨姆是一位企业家和艺术推动者 他有着非凡的头脑 对人类的两端论充满理解 他清楚的思想和广阔的心胸 是难得的结合 萨姆生活在离我不太远的城市 我们通过电话和书信保持联系 我发现我自己越来越向他敞开 变得亲密 一天当我们通过传真 分享我们喜欢的祈祷时 我一阵狂喜 我们分享关于上帝的想法 并且始终感觉被爱之光所拥抱 我们经常互访 我从未变得对任何人如此亲近 在我们无条件分享自己精神旅程的认知里 我感到安全 这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 我的生活呈现出爱的 金色绚丽的光芒 充满了可能 希望和神奇 在他寻找亲密感情的路上 戴安再一次与一个男人纠缠在一起 尽管萨姆有着比安东尼更强烈的男性气质 戴安在他的女性气质里更加的安全 但是仍然有性别上的不平衡存在 萨姆的恐惧和不确定 在他们强烈的观世面前呈现出来 他的女性气质仍在依赖的阶段 他和戴安仍是不平衡的 尽管他们是相容的 和有着强烈的灵魂连接 戴安深深地陷入爱之中 敢于最后交出自己 和使自己变得完全敞开 冒着可预见的危险 他把萨姆的抗拒 看作完全地拒绝 而陷入绝望之中 他的心碎了 他曾如此确定 彼此有着真正的灵魂之爱 他感觉到那种爱 通过所有他的存在 散发着光芒 在那痛苦的风暴缓解之后 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全错 萨姆坚定地表明 留在友谊的关系里 重生对他的真实感觉 他们的爱改变了方向 但仍然很深 尽管不是双生灵魂 却是走得最近的群组灵魂 或一般称之为灵魂伴侣 在他不动摇的热爱和支持里 萨姆坚定地带安第一次在他身上看到的浓度 他确信他们是一生的好朋友 自觉地在灵魂层面连接 为了对方的灵性的成长而彼此奉献 带安不怀疑 他与安东尼长期麻烦的恋爱关系 是对他通过萨姆来到他面前的 巨大的课程做准备 而通过萨姆 他了解到 有更多的内在身心领域的工作需要去做 七年过去了 他遇到了马克 在一次对灵性感兴趣的宴会安排上 他立即感到一种与他的连接 不仅是外在表露出来的吸引 吸引他的是 他的敏锐和与他在灵性话题交谈中 开阔的兴趣 当他们第一次出去 发现他们都在读 汉斯坤的《上帝存在吗?》 这本灵性著作 随同灵魂的响应一起 他们相似的体验指向双生灵魂关系 他们都在开着自己的公司 而且最近转向社会服务事业 他们都做心理治疗 清理过去的心理问题 而他们更加觉知和意识到自己 他们因此有表达他们情感和感受的共同语言 他们都独居了两年 都有每日的精神练习 祈祷和冥想 而且都从事一些社会性的工作 有共同的道德规范 对家庭朋友和事业的优先次序一致 他们都有身体上的锻炼 他的瑜伽和他的马拉松 而且都是术实者 他们都有同样的宗教背景 这样戴安和马克身心灵 深邃地相拥在一起 这不是突然发生的浪漫之爱 对戴安来讲 全然地被支持是一种新的感受 当他们的身体在一起 为了一种满足合一的渴望 要远远大于性这件事 交合对他们来讲 是一件自然的行为 就像说话和存在 他们的分享在增加 相遇的自喜和喜悦 每一天都浸透在惊奇和爱里面 他们都意识到 是上帝指引他们重逢 而且上帝是未来生活的方向 现在他们结婚了 彼此更强壮清晰快乐和更加的平静 超过任何他们所知的 他们认识到朝向双生灵魂的道路 经常是痛苦和困难的一种 就像对于他们那样 尽管每一个都会有许多的失望 但是信念是永远的灯塔 当他们的人格朝向对自我 更深的理解成长 经历的困难 不仅没有使他们变得冷酷 反而打开了朝向疗愈心灵的可能 他们是通过学习 关于我们爱的经验 来接近双生灵魂 这个课程也是在爱的关系中学习 或者通过简单的 发展内部爱的能力 我们与他人的普通联系 是我们要广阔研究的工作 像一位画家 我们汇出他所有的高度和广度 当我们保持开放 通过灵魂发现所有过往的经验 民优 民优